为了衔接108年的新课纲 累积南投县科技领域的执行能量 南投县政府在光复国小的礼堂 举办Microbit竞速解题竞赛 一共有来自全县公司立国中小学81对报名参加 100位学生同场竞技 透过电脑程式解题与Microbit开发版的软硬体结合 让孩子可以设计出与环境互动的工具激发创意 先府教育处今天在光复国小礼堂举办 庆祝解题竞赛 由处长卢振威主持 此次的比赛共有来自全县公司立国中小 共81个学校报名 100位学生参加竞赛 教育处长卢振威就支持表示 此次竞赛对于学资讯工程的人都知道 它是城市设计工具 用来培养学生 将他们课堂所学有关电子科学方面的知识 变成实际创作技能 Microbit这个城市在许多学资讯工程的人都晓得 它是一个城市设计的一个工具 它等于是培养学生说 将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 有关于说电子还有科学的方面的知识 把它变成说实际的创作技能 那我们知道说目前现在是一个3C的时代 那许多我们市面上所使用的 包含说手机电子产品等等 其实它是未来一个相当具有前瞻性的产业 那我们也可以期待的说 我们在下一个世纪 应该在所有的资讯跟工程等等的话 都与这种电子资讯业息息相关 那因此南部县政府也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看到全县超过公私立学校 八十几个队伍 他们齐聚一堂 他们会针对教授所出给他们的难题 试着用他们Microbit的城市设计上面的知识 试着把它解除出来 未来我们也希望县府继续安排这样的活动 这个在108课纲里头另外一个是谈到 就是说有关于STEAM的教学 STEAM教学它包含的说是 Science的科学 Technology的技术 E的话是Energy的工程 A是指的艺术 M是指的Mathematic的数学 这个STEAM的教学 目前在108课纲里头 它是认为说 我们要挥别说过去 我们把考试的东西 就只是这样子把它变成一种考卷上的知识 我们希望说是一个实际上 让孩子能够把他们学到的知识 实际上用来解决STEAM上 生活科技的一个工具 中兴国中指导老师表示 学生是现在电脑上编写好的程式 在输入开发板中印证 开发板是一种适合国中小学生使用 可以让冷冰冰的电脑程式 马上变成可见可触摸的作品 Microbit是用来写程式在实体上面 就是说写程式都是在电脑上做虚拟而已 那如何让它到实体应用上面 就是用Microbit这种开发板晶片 藉由写程式控制灯 控制开关 这些都是基本的功能 那就是让孩子去了解 什么叫做真正写程式 可以控制生活中所有的东西 那一个金面叫Microbit 然后它上面有按钮 有灯 那你写程式 假设我写一个让它亮起来 那我写了 我怎么知道它有亮起来 我就用这个来实现 真的让它弄出灯会亮起来 那种感觉 大致上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开关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很多功能的东西 它就是一颗CPU 那里面有很多的输入跟输出 那你把输入的讯号叫进来 经过电脑处理运算之后 再把它丢输出去 那输出你要看得到 可能是灯 可能是电风扇 可能是开冷气 看你的想法要做什么应用 这次比赛共分为两回合 第一回合必须上网站 编辑编写程式 针对上个问题进行解答 解题完毕之后 则将程式码储存电脑后 再上传比赛网站 第一回合就是将程式码 传至开发板上 应用验证之后 交回整个套件 记者陈宁志 中期青春采访报道 不得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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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后播剧场上